太阳回来了 那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我家多多复习今天教的动作 下次见 你刚才说什么 没什么 教欣 今年的生日 我不能陪你过了 对不起 没关系 我早回到公司 我先送你回家吧 我自己可以回去 那你当心点 其他事情 咱们回家再洗手 嗯 我三洋 我三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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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岛上结婚点时间 带这个呀 你爸爸跑到上海 然后找了个金石垫 特意给我打的这个手势 我就骂他 弄张费钱 可他倒好 说以后可以留给我 未来的女儿 或者是儿媳妇 对不起了 只能先委屈你们一下 我会尽快把你们带回来的 喂 迪伦 你现在能带我去见那位收藏家吗 这边 你为了帮王夕买生日礼物 竟然 我知道 这听起来有点疯狂 但是就像你说的 如果过了这一次 我以后都没有机会 替王夕过生日了 所以 这次 我想帮他完成愿望 我不会把你绑在身边 只会是你的头号支持者 在远方 给你前进的力量 既然找到了属于你的天空 咱就勇敢去翱翔吧 小蜥蜴 你知道吗 小蜥蜴 你知道吗 默默地支持我 给我力量 今天谢幕之后 我只想回到你的身边 那才是我人生最后 也是永远的舞台 我们去重演 我们去吧 安娜 不管怎么样 还是很开心认识你 也祝你 早日找到你亲哥哥 我相信你妹妹 也一定很努力地 想要跟你团聚 你真的是一位 很好的哥哥 希望他 不要过得太努力 我是说 希望不要像我们一样 总是抱着希望 然后有失望 这是今晚巴黎歌剧院 天恩活的票 本来想跟你一起去的 虽然我们没有兄妹员 还是送你吧 对了 这次的首席 可是第一个登山巴黎歌剧院的 亚洲女孩 刚好跟我同名 你叫安娜 很可惜我去不了了 我得赶回上海 这次呢 就当是交个朋友 回头联系 好 走了 再见 还好 这次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炒面 你的手怎么了 没事没事 没事就好 不过你想这么周到 肯定会更好吃 你一定要记得吃 我还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记得慢慢吃 对了 嗯 我让你打平嘉欣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你 我给忘了 你给忘了 你说我不赔她过生也就算了 我连礼物也给忘了 你现在这样 马上给你那小女朋友打电话去陪嘉欣 还有 把我的会弄到下午四点 行 别别别别别别打了 说那嘉欣现在跟丁伦那种通电话 那不方便吗 那你小女朋友呢 我不这样的陪嘉欣吗 你可别太指望她 她就是一个没立场的人 说不定她现在被迪伦买通了 正撮合迪伦和嘉欣呢 不过这事儿 其实我仔细想了想 要是迪伦都蜗牛真的感兴趣 不一定是坏事儿 这样等孩子生出来 蜗牛就不会产力 对不起 我去热饭啊 不用热 又不吃了 不想吃 那 这是什么样子 看都不用看 肯定是餐具 送给你 行吧 我俩都不吃了 喂 嘉欣 他卖了 你真的变了个故事啊 我没变故事 见面再详细跟你说吧 行 好嘞 我等你啊 迪总 有人在等你 来了好长时间了 行 去吧 迪总 找我有事啊 看来你还是没有 从奶奶昏倒 夹心被勾的事里面吸血教训 居然还有一个在这儿骚扰她 你不知道她是我 你老婆吗 我觉得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 提前签了离婚协议 即将成为前妻的单身女人吧 你怎么知道 谁告诉我们的 怎么 你也觉得这种事情 有事易总丰范啊 把人知道 未来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 但是至少现在 嘉欣还是问我 陈嘉欣是一个非常单纯 可爱 好骗的身 只要别人对她一点点好 她都会全情全意地付出 我不希望任何人 伤害这么善良单纯的她 她确实善良又单纯 唯一想要的就是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从她跟你结婚的时候开始 就一颗心地铺在你和家人身上 除了奶奶 就连姑姑正人也因为她而改变 可你呢 你又有几分对她的感恩 到头来 你才是伤害她最深的那个人 你又有什么资格 跑出来替她打抱不平 我跟她的事你们知道多少 你不要往下评论 我只知道 她生日 她的老公不陪她 要陪前女友 我这次不得不去 而且我已经跟佳琴说过了 她也不介意 以她的性格 再多的眼泪也都会往自己肚子里咽 又怎么会忍心叫你别去啊 还有 她为了准备你的生日礼物 当掉了自己的嫁妆 你又为她做了什么 她当到哪儿去了 怎么 想在我这里得到免费答案啊 然后帮佳琴把嫁妆给赎回去 你以为当英雄就这么简单吗 你也用不着准备什么生日礼物给陈佳琴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陈佳琴要的是什么 知不知道也是一回事 能不能帮她实现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现在有办法 你也不会在这儿一个劲地酸我 迪伦 看来佳琴的心理 你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说了什么以及佳琴在想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 关键是 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为什么过来找我 谁才是满满的粗医啊 不管安娜能不能原谅我 佳琴和小夕米的事 我不能再继续隐瞒下去了 好吃吗 嗯 这什么味道 超级饿的 二位女士 晚上去哪里逛官呐 嘿嘿嘿 那你连善言海的 还不窝在家里呢 我约了迪伦一起 你们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啊 介意啊 你建议什么 今天寿星最大 不是 那问题是怎么在这个房间里我永远是最小的 走走走走 我不管了 我上厕所行不行啊 我上厕所啊 上厕所 你们两个真的在谈恋爱了 我们是契约情侣目的性不同 别人谈恋爱呢是为了结婚 我们是为了交差 主要就是拍照 发朋友圈 向家人同事交差 以免被七大姑八大姨催婚 如果以后有了更好的选择 我们都可以开始新的恋情啊 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久了 说不定哪天 就会喜欢上对方呢 喜欢她 得了吧 我承认 有个人帮我分担家务 打发时间 逗我开心 还挺好的 但是那充气量就是不讨厌 不讨厌跟爱上一个人 完全就是两码事儿 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当他靠近你 你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你觉得浑身缺氧 喘不过气 呼吸困难 最最重要的是 你希望时间 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来 而不讨厌一个人哪 就是我和安森这样 没什么激情 也谈不上动心 一见面就互掐 没完没了没乐趣 难怪你对你口腔溃疡 背着我说了多少坏话呀这是 你有毛病啊 你非要和姜世杨跳出来吓人吗 我不像姜世杨跳出来 我能知道你说我这么多坏话吗 算了 本公主今天心情好 不跟你计较 你说实话 王熙给你嘉宾送的生日礼物 有没有感激替零呀 我有啊 我得透个底啊 她把礼物给我了 idade上天 Palestine 不用管是ra 自己的 不算照片 那么哐 不值得 使用 更好 不值得 许多 我